滾滾泥流不斷往下沖刷 因為梅西暴漲 將南投守城便道衝出大打缺口 守城便道僅剩部分橋面沒有被沖毀 今年二月便道才剛完工 沒想到不到半年時間 洪水將便道沖斷變成三劫 就怕民眾誤闖 造成危險 鎮公所在二十四號提前預警封閉 二十五號斷裂 沒有人員傷亡 去年八月卡弩颱風 造成守城橋橋墩下線 導致大南 牛棉 武功等居民出入不便 縣服趕緊進行便道工程 目前頭七十五縣中正一號橋 因為梅西暴漲進行封橋 守城便道也中斷 僅剩下牛棉橋及內浦橋可以通行 另外水里名聲橋正在進行重建工程 溪水暴漲不斷沖刷 公所擔心掏空岸邊土石 趕緊派員加強固定 灌住我們水泥 工程剛好做到一半 就碰到我們這次我們的颱風到來 鞏固我們的橋墩 讓它的水量 不至於影響到我們 那個水里吸我們的橋墩的安全 施工人員冒著大雨站在岸邊緊盯工程 但這時也有民眾冒著生命危險 跑來撈魚 颱風天 亮陽晴 三立新聞 吳寬宇林韋志 趨道明南投報導 然後我們最重要之為